更像基督 读经以读所书五章十五至二十一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作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诵词 凌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尚尚感谢父神 又当全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信服 我们一直看圣灵在我们信主之前 和决志那一刻的工作 以佛所书一章十三节 告诉我们 有着圣灵的同在 和得着圣灵的印记 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属辅神的 我们今天要认识圣灵的 另外一项工作 或者另一个心意 他在今天选读的经文的第十八节 要被圣灵充满 英文NLVB 译本将它翻译为 让圣灵充满和掌管理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 被情绪控制的经验 例如充满恐惧 或者充满爱 我们也都见过 有人被奋恨 质道 或者怒气所控制 当人充满某种情绪的时候 他在整个人的表现 就会被那种情绪所控制 被圣灵充满 就是被圣灵掌管 人家从我们的行动 特别是我们的反应 就会看出 我们是被圣灵的能力控制 人家将会看见我们的转变 因为我们的生命 会越来越多彰显基督 你只要继续读 这一章的经文 和下一章的经文 就会清楚地看见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会有哪些表现 能够显彰基督 我们与其他信徒的关系 我们对神的清重和感谢 我们和家人的关系 都包含在内 我们怎样能够确保 圣灵每天都掌管我们 如果我们希望得到 我们就必须要祈求 我们可以在每天早上 向主祈求 主耶稣 我今天将自己交在你手里面 让圣灵在我里面成就他的工作 愿圣灵充满我 掌管我 以致别人能够在我的言行当中 看见主耶稣 私下 今天就开始 而且以后 每天 持之意行地吐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